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吃早餐 来小朋友 现在开车去我大姐家 所以说等一下走亲戚了 带着三个小朋友 等一下我爸 现在已经到了我大姐的小区楼下 这是我二姐的车 这个是我的车 两个胎车挺好了 我大姐的这个小区非常的高大 而且小区非常大 这个小区可以容纳两万人左右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小区 我大姐的房子在这上面买的是15楼 旁边有个滑滑梯 小孩在这旁边玩 财美 小孩子在这里玩 过年回来走亲戚的话就比较忙 每天都要走亲戚 所以说亲戚比较多 大姐在15楼 上去吃这么饭 已经到我大姐的家了 又来了 现在在做送饭吃大姐的炒菜 这菜超好 也超好啊 这个是我大姐的主卧 旁边是个书房 里面是个洗手间 这个光线还是挺好的 楼层比较高 一个招你这边走不行的吧 好会走 已经吃完饭了 我们准备走了 在我大姐的小区里面聊一下天 现在我二姐开车回郑州了 我们一家人怎么走了 刚刚已经在我大姐家吃完中午饭 现在回到我家了 现在我媳妇带着我的小宝宝 去我们小区旁边逛一下 顺便去超市买点东西吧 买点生活用品了 在超市买菜买点香蕉 买点调料 再买点菜晚上吃 刚刚在超市发菜买完了 现在准备回家做晚饭吃了 我回家了之后就天天带着我的小孩 然后买买菜做做家务 我媳妇就感觉很轻松很舒服 好好让我媳妇休息一下 晃晃她的架吧 刚刚在超市买完菜回来了 把家里的地全部脱干净了 也收拾了一下 因为家里这两天来客人的话就比较脏 现在到了五点半 我准备炒菜做晚饭吃了 这个是我们老家的一个香肠 我每年回来切 真的有点大吧 有点大吗 切薄一点吧 可以不要切太薄 我最爱吃的就是这个香肠 所以每年我就要切一个炒的吃 先把这个香肠炸一下油 起锅烧油了 弄饭吃 你穿着洋葱吗 洋葱 洋葱 葱葱 青椒 你现在要炒什么呀 现在整个炒牛肉 给你吃 那大家可以说是家里这个山泡椒 炒个牛肉 让牛肉自己买回来油 炒个菠菜是吧 菜全部炒好了 炒了个香肠 炒了个牛肉 煎了一个瓷巴 炒了个菠菜 炒了个白菜 然后帮这些小朋友的稀饭都打好了 等一下就准备吃饭了 他们在下面儿童乐园玩 在我小区楼下 我爸去叫他们回来吃饭了 快点你们去洗手 洗完手来吃 饭我帮你们打好了 快点 快点吃 月儿 等下把这个稀饭喝完 还有那个煎的瓷巴 小美最喜欢吃的 你应该也喜欢吃 我要玩一点不胖 月儿吃快一点 像月儿的脸吃的最胖 她年龄最小 但是最会吃 小美也加油 紫棋也加油 快点吃 刚刚吃完晚饭 我大觉得女儿在这里写画画 跟我女儿一起 两个人玩得可好了 关系又好 吃饭睡觉洗脸都在一起 快点多洗一下 把脸洗干净一点 看一下水的脸洗得最白 把眼睛用开水蒸一下 眼睛就没那么疲劳了 忙了一天了 所以说过年我们还是挺忙的 起来又找这家走亲戚 那家弄饭吃 所以说挺多事的 不过这几天回来之后 我媳妇真的很舒服 也很轻松 每天我就负责做家务 搞卫生做饭 帮我媳妇带一下我的这个小宝宝 她就可以放松一下 这几天的话 我媳妇感觉回来 她就好很多 就想我留在老家创业 开个小的理发店 是不是 是啊 你在家里至少帮我看一下 还好 有时候洗脸刷牙 看一下 我就感觉清风好多 不然洗个脸刷个牙 都没有时间 好了 反正这段时间在家里 我尽量把更多的时间 留下来陪伴 我的两个女儿 跟到我媳妇吧 让她在家里吃得好 睡得好 休息得好 让我这两个女儿 就是说多一点父爱的陪伴吧 也让她们更幸福一点吧 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小七点个关注 点个赞 拜拜 拜拜